本期话题 驴肉的功效与作用 黄世敬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中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 驴肉的功效或作用 其实驴肉是常用的一种食材 严格说起来就是补武藏吧 它功效和作用 我们讲第一个就是调补气血 那么调补阴阳 那么气血、阴阳都可以调补 但是它相对来说 比较偏温一些 所以就是说驴肉相对偏温 那么对于阳气不足的这种人群 更适合 当然整体上 血肉有情之品 那一般来说对武藏都可以调补 脾胃虚弱 那么可以用 对比较少气乏力这种可以用 那么气血不足 那么血虚的病人也可以用 那么肝肾不足 比如说怕冷或者是出汗 这也可以用 然后比如说我们记忆力下降 那么肾虚也可以用 所以这种调补气血 另外驴肉它体质比较壮热 湿热体质 我们就尽量少食用 因为比如说它容易 就是说化热 或者容易上火 这个过量就不行 所以就湿量就可以 好吗 先喝什么